系统开始介绍 这是从演化的观点 动物的演化中是先有消化系统 之后再演化出循环系统 最后才是呼吸系统 所以有些动物 它有消化系统 但是没有循环呼吸 或者有消化循环 但是没有呼吸 那现在的课程安排 我们都是由循环系统来开始介绍 第二点我们来介绍 体制比较简单的单细胞 跟复杂的多细胞动物 运输的构造 体制比较简单的动物 就是一些单细胞生物 或者多细胞 但小型的低等动物 比如说草铝虫 水蜥等等 它们体制简单 并不需要循环系统 它们只要透过 扩散跟细胞直流 就可以进行细胞体内物质的运输 扩散是不需要耗能量的 而细胞巡流 是利用细胞骨架 是一种机械性的运动 需要消耗能量 像细胞内的营养物质 代谢的废物 还有些讯息分子 在细胞子内流动 就叫包直巡流 一些例子 海绵动物们 或者自私胞动物们 那体制复杂的多细胞生物 它已经建立了循环系统 又分成两类 开放式循环系统 跟封闭式 也叫闭锁式循环系统 我们先介绍开放式循环的特征 它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围血管 它可能有动脉 有静脉 但就是没有围血管 所以血液会离开血管 而进入体腔当中 它这个体腔 我们把它叫做血腔 血液进入血腔之后 跟体液混在一起 所以无法区分血液 组织液跟淋巴 因为全部都混在一起的 所以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血淋巴 而且这个血淋巴 它只有白血球 没有红血球 所以像一些昆虫 它流血的时候 并没有颜色 因为没有红血球 所以它的血液不会是红色 那它没有红血球的话 是利用什么去运输氧气的 我们先来看租点 昆虫的开放式循环 不需要担任运送气体的任务 另外有气管系来运送气体 我们后面在呼吸的时候会学到 好,我们回到A点 开放式循环的动物 有节肢动物 还有大多数的软体动物 都属于开放式循环 但软体动物中的头竹缸是例外 什么是头竹缸 就是足 就是脚 长在头上的 像章鱼 乌贼 它们是封闭式的循环系统 那为什么这个头竹缸的动物 要演化成效率比较好的 封闭式循环系统 是因为像章鱼或乌贼 它们可以进行快速的活动 所以需要多比较的养分跟氧气 演化出封闭式的循环系统 而大部分的软体动物 它们活动都比较慢 像蝸牛 头竹缸因为活动快速 所以需要比较有效率的循环系统 所以需要比较有效率的循环系统 好 这我们看西点 但一些大型的甲壳钢动物 像虾蟹 它的血淋巴中 是呈淡蓝色 在古代淡蓝色就青色 所以它含有一种蛋白质叫做血氢素 血氢素可以吸带氧气 这就像我们的红血球里面有血红素 血红素有牙铁离子 而这个血氢素里面有铜离子 也可以吸带氧气 所以只有大型的甲壳钢的动物 因为身体大 需要氧气就比较多 像虾子跟蟹 那如果是小型的解质动物的话 就不需要有血氢素了 因为身体小循环快 它的血管系统相当复杂 有类似静脉跟微血管 所以它的血流也是有方向性的 所以考试会考说 开放式循环系统 血流是没有方向性的错 也是有方向性 我们看这只黄蟲 这里是它的背部 有血管叫做背血管 背血管上面有管状的心脏 就是可以收缩的血管 就是它的心脏 当心脏收缩的时候 把血淋巴往头部推 到头部的时候 再把血淋巴打到血腔当中 然后这里还有侧血管 也会让血淋巴跑到血腔当中 然后这里有洞洞 这个叫做心孔 心孔可以把血淋巴再回收 回到背血管 而且心孔上面有瓣膜 所以血液只能进去不能出来 所以血淋巴的循环具有方向性 好接着我们来看封闭式循环 也叫闭锁式循环 脊椎动物都是封闭式循环 那无奇椎动物刚介绍了 大部分是开放式循环 只有环境